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在北京正在舉行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據新華社報導 會議將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 對圍繞中國式現代化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體部署 中外都十分關注這次的會議 想了解對中國未來帶來什麼意義 而這個當中也包括了美國的商界 南華早報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說 一批重量級美國企業的高管 將在下星期集體前往北京 希望在中國備受關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結束後 與中國高級官員會面 以獲得中國未來發展路線的第一手資訊 南華早報說 外國商界領袖很少會在三中全會結束後 立即對北京進行這類高級訪問 而之所以國內外的商界一直密切關注三中全會 是因為這場以中國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會議 將規劃中國的中長期增長道路 包括如何應對金融風險 促進科技創新 重振消費者信心和擴大市場准入 報導說根據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 預計今屆的三中全會之後 將會出台一份官方文件 詳細介紹中國政府的路線圖 這將會對在中國的外資企業 潛在投資者和出口商產生重大影響 美國非牟利致富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 中國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主任何路說 和他交談過的商界領袖都希望 在今年的三中全會上看到一些改革措施 據他所說 他們希望這種改革能夠足夠有力 有針對性 而且充分解決結構性失衡問題 繼續為外界帶來更多鼓勵創新發展 激發市場活力 優化營商環境的好消息 美國明尼蘇達州 音響揚升器設計和製造商MISCO的總裁迪格雷仲說 從經濟角度來看 美中保持良好關係至關重要 就他的業務而言 他們仍然嚴重依賴中國製造的產品 但遺憾的是美中關係因為政治操弄、貧生變故 迪格雷補充說 在大選年這個特殊的時刻 與中國方面的任何接觸都可能 讓美國現任政府看起來 好像是達成某種協議 此時此刻任何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 都不希望自己看起來對華軟弱 中國共產黨第20屆中央委員會 第三次全體會議7月15日在北京開始舉行 全會為期四天 預計將會為到2035年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規劃 為到本世紀中業全面建成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這次會議不僅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 也將為世界創造更多的發展機遇 在探討為何中國的三中全會對全球投資者非常重要的文章中 美國媒體彭博社認為 三中全會因為它對中國這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巨大影響 顯得格外突出 同時對世界而言 三中全會也是外界準確認識中國 理解中國高品質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關鍵性視窗 文章強調這次會議的重要性不僅意味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也顯示出中國決心以更大的力度、更具體的政策、公克困難 以推動國家經濟的全面發展和對外開放 簡單總結 這麼大規模的美國企業高管到訪北京 是中方樂見的訪問團 甚至是有意促成他們到中國看一看 可以直接向他們解釋三中全會的決定 以及未來中國經濟走向 在美國大選年政治氣氛籠罩下 本來美國的對外關係都已經顯得非常脆弱 加上特朗普遇襲事件 令到他的人氣大升 以特朗普為代表的保守、民粹主義 會主導了大選的議題 美國商界對中美關係的前景更加憂慮 在這樣的情勢下 如果訪問團成行有雙重意思的 第一顯示了全世界的資本對機會的臭角 還是很靈敏 無論所在國家的政客如何操弄 商界都是想著生意的機會 第二在三中全會之後 中國也可以借此高調展示對外開放的決心 更重要的是和美歐的保守主義 反自由貿易的風潮越吹越烈的情況下 中國可以再度表明自己是全球化的支持者 和今時今日的美歐形成鮮明對比 另外近日因為中國加大實施免簽證 歡迎外國遊客的措施 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 全國各口岸入境外國人達到1463.5萬人次 同比增長152.7% 其中通過免簽證入境的有854.2萬人次 同比增長190% China Travel 中國遊已經成為了熱門的搜索池 《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文章指出 外國遊客在中國旅遊的鏡頭和視頻 打破了一些外國人對中國的黑板印象 令那些西方媒體顏色類鏡色的抹黑不公自破 有外國網友在相關的視頻下留言 很高興有人衝著西方宣傳的攻勢去到中國 我們和你們一起發現真實的中國等等留言 近日一名曾經在中國牆住過的外國記者 將他在美國的經驗和中國比較下 引發了網上討論 7月13日 美國華盛頓郵報布魯塞爾分社社長 艾米利·盧克拉發布了一個網帖 他說自己在美國華爾街特區一間商鋪外逗留時 頭頂的監控閉路電視突然對他發出語音警告 叫他不要在這裡逛逛的 不過盧克拉在文末的一句說話 令很多美國網民激動 甚至引發了一場爭論 根據盧克拉的鐵文說 當時他站的地方是美國知名的 髮裝品牌CBS的一個分店外 當時他在閉路電視下停留後 閉路電視突然活起來 向著他轉向 並發出語音警告 而盧克拉引發增雲的說話就是 在中國五年我都沒見過這個 結合美國此前的新聞和網友評論說 當地安裝這類警告他人 不要閒礦的閉路電視 可能是因為美國近年來 進入商店盜竊的現象頻發 而盧克拉拍照的CBS商店 正好就是這類零元購的重點目標 盧克拉曾經在兩間知名媒體 擔任過駐華記者 而所謂中國開展大規模監控 更是華盛頓郵報等美國媒體 喜歡炒作的話題之一 因此當盧克拉對比中美監控閉路電視時 自然會令人產生很多聯想 有美國的網民就指出 類似這樣的監控閉路電視在美國很常見 一名來自英國的網民就想到西方媒體 指責中國大規模監控的說法 說英國的閉路電視密度比中國高得多 還有一名美國網民半開玩笑地說 這句話真是嚇人了 真是夠反美啊 除了這些評論之外 很多美國網民一直在糾結著 盧克拉所作的中美比較 有人質問他 所以你是在說華盛頓特區的監控比中國更多? 對此盧克拉就不得不在評論區回應說 我只是說我看過很多監控 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裝置 我不是住在附近 所以我是第一次看到這件事 盧克拉評論區裡的美國網民主要討論兩個話題 第一論是討論到 這種閉路電視對壓制美國日益猖獗的零元購 到底有沒有效果? 從討論的結果來看 大家似乎對這個看起來很高級的東西沒什麼信心 也有一些爭論就伸延到中國和美國 到底哪一個國家閉路電視更多? 《中國日報》歐盟分社社長陳惠華在討論區就報道說 我不覺得你會在中國能見到這件事 我自己就沒遇到過 而從斯洛登的經歷來看 美國才是監控大國 一名到過中國的美國網民 對於陳惠華的說法就表示贊同 內地《環球時報》綜合分析認為 儘管大家的關注點有區別 但普遍的共識是 無論是零元購還是大規模監控 美國在這兩方面的表現 都確實不太光彩的 結論就是中國不會被國際合作 也依然歡迎外來投資者和遊客 但同時也會強調自立自強 這樣就不怕反華政客吹水抹黑 當外國人在中國和美國都生活過 就會發現誰才是監視帝國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 開賞 開賞 開賞